全男生尾隨我進 尾隨我進廁所 然後看我有沒有小雞雞 就是故意在我旁邊 就是名位置這麼大 硬要幾次在我旁邊 這樣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他就經過我教室的時候呢 他就故意說 欸 Pia Boo 就是講這種 就是 我是看新聞的 新鮮的城市要進行包補 就是華麗的包補 我不知道算是陰影的 因為我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從國中開始遇到這樣的事情 就是 我只要上廁所呢 就會有一群男生尾隨我進 尾隨我進廁所 然後看我有沒有小雞雞 就是 故意在我旁邊 就是名位置這麼大 硬要幾次在我旁邊 這樣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對 然後 我那個時候呢 就會上課的時間去上廁所 然後 都是上那一種 大便的那個 大便間 所以這樣就是 這些台客自清 就是 高三 欸 國三 我那時候國藝的時候他國三 他就經過我教室的時候呢 他就故意出來 欸 Pia Boo 就是講這種 就是 我會看新聞 對啊 就會講這種 你知道 雲基車的話 我覺得長大後 那個傷口才會被我 拿出來感受 小時候還不太 像以前就是家人過世 我也哭不出來 可是長大後 我就那個傷口就會被我拿出來 然後 那個傷口就會一直 被我重新的定義 包鋪還是 包鋪嗎 現在存在的 不是包鋪嗎 哈哈 就是華麗的包鋪 欸 今天沒有雙手下 欸 欸 其實只要是讚美 我就覺得 先離開 那怕要離開 因為包括我經紀人嘛 我有限制他說 就是 因為很常常 有時候我們自己 直接代言 接到了某一個工作 然後就 Oh my God 這太 太厲害了 所以你這次工作 真的處理了 太慌了 想要讚揚工作表現 我對於說一個禮拜一次就好 過限制 就是不要太讚了 一個禮拜 這個時候 對 我說還會很期待 就是被罵到 他們可以有新的詞彙 你娘娘娘娘娘 就這幾個 還有一些 想要拼到 加油 呵呵呵 你現在也沒碰到喔